花蓮市天王新大楼拆除工程进入第八天 施工人员评估建物位移状况稳定 12号上午拆除侧边H形钢 只留靠近饭店的一支桌稳固 预计可以拆除完七楼 另外在拆除过程备受关注的猫咪和宠物机 也引来了民间资源共同进行诱补 怪手将大楼破坏把石块杂物清除 原本房间内的物品也都砸落地上 地上堆满碎裂石块严重影响进度 拆除团队暂缓大钢牙作业 出动怪手清除掉落雾 日本地震研究教授也到场探勘 仔细确认结构每一步拆除动作都要小心谨慎 一位施工中还有几只未救到的小鸡 在断岩蝉壁中四处跳跃找食物 过程中都没有发现 那我们也是有在跟我们的怪手司机在 就是请他们再注意 检测处指出11号晚间自行跳下的两只鸡 已经送往防疫所 早上也在成功救到一只鸡 还有爱猫人士从屏东北上放幼不龙 希望毛小孩安心获救 我们现在期望说猫咪被吓到跑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去知道他们下来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救到三只猫我才会撤退 毛小孩不受控 只能让清除工人施工中绷紧精神注意 也切换拆除进度 但对住户来说这真的难以接受 无论住户每天都来敞看 自己只是出门工作 谁知道回来整个家都没了 身上甚至没带太多金钱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们家去 我们就是空手回来的 空手出去空手回来 也没有钱啊跟同学借钱啊 听往新大楼预计两周内拆除完毕 等拆除到五成楼 就可以出动其他中型机具加快速度 但对住户来说只希望能早点拆完 重新过生活 记者中文报道